之后铺上各种满满配料 接着交给师傅 放进后面的摇炉 烤出来胖胖胖 让人口水直流 大口咬下好满足 真材实料每一样都能吃到 澎湖秋冬季节 东北季风墙 海上活动没办法玩 但是也不用担心 可以来一趟人文小旅行 这就是其中的一站 成功村 DIY手作摇烤披萨体验 但是好吃好玩的 可不止这里 一群人拿着工具 走在成功村的潮尖袋里头 正在撸鱼栽 利用三枣网补鱼苗 很多人第一次体验 都说真的好新奇 对然后我们其实刚刚收获很多 除了有小鱼苗之外 还有 狂蝎啊 狮子鱼啊 螃蟹 虾子其实都有 对对对 让我看到这很无知名 现在就是用传统的方式 煮熟帅干 就这样而已 还有鱼灶炒花生 介绍传统烹调方式 加上人文故事的解说 保有纯朴的氛围 跟夏天的热情截然不同 谁说海岛一定是阳光沙滩 深入聚落别有风情 TVBS新闻 陈正华凯敬 澎湖采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 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